在一條快約5公分的扁帶上坦上坦下 他是黃靜生 一位熱愛走繩運動的大學生 走繩在台灣是一項新興運動 全台灣只有20位左右的玩家 只要將扁帶與扣環固定於2點之間 讓他懸空 人便可以在上頭行走 走繩就像是不插電的線上遊戲 就是因為它不需要電 可是它也是一條繩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比喻成它是線上遊戲 會用走繩這個東西來當作我生活的其中一個休閒娛樂 抒發自己的情緒 剛開始結束花式走繩 黃靜生經常摔得傷痕累累 這項運動由於沒有專業老師的教導 只能靠自己不停摸索 如此艱辛的過程 也使他慢慢從走繩中 一步一步找到人生的平衡點 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練花式的時候 那時候轉過頭了 所以我的脖子就直接去撞到繩子 在當下我大概是三分多鐘 完全沒有辦法呼吸 那個階段最痛苦是幾乎是打掉重練 就是你每一個動作你都會怕 我會想說如果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他可能失敗了 我就會想那如果我現在是在走繩 我會不會就這麼輕易的放棄 還是我會跟走繩一樣 一而再再而再上繩 透過在戶外一邊練習一邊推廣的方式 黃靜生也號召到幾個走繩同好 夥伴們的相互切磋和家人的支持陪伴也成為他最大的動力 並將走繩帶出家鄉宜蘭推廣市其他國家 讓更多人認識這項極限運動 我們就是路過 然後看到有宜蘭尼秀發展協會在做這一項運動 去嘗試去體驗 然後之後每個禮拜就過去跟著他們一起玩 然後他還在今年的3月29 辦了一個全國的走繩嘉年華會 然後就是對他很敬佩 他也是很認真跟我們一起練習 剛開始只有他一個人玩 很寂寞 然後他就也不放棄 背著這個繩子到處跑 在我們宜蘭到處去推廣 然後他就覺得說 沒關係我慢慢找同好 他自己去努力的籌補這些器材 然後包含電子 那這個精神是我覺得我很佩服他的 我們就在那邊先看大哥哥他們表演 之後爸爸就發現這裡可以走 然後我覺得找得很刺激 所以一直很想要繼續走 僅其23歲的黃靜生 一腳踏進了走繩運動的世界中 希望能藉由這一條扁帶 串連起社會各個角落 並靠著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將自己所熱愛的 分享給世界上更多的人們 淡江新聞 張英華 胡佳瑩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我打算你 好 Global 我的 是 我的 跟 我